为期两天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5号在北京开幕 商务部部长陈德明指出 去年我国贸易顺差继续收窄 占GDP的比重从上年的3.1%降至2%左右 此外今年还将继续完善消费促进政策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 商务部部长陈德明工作报告中显示 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预计全年达到18万亿元增长17%左右 全年进出口总额将达到3.6万亿美元增长20%以上 贸易顺差继续收窄在1600亿美元左右 保持传统市场 特别美日欧市场的比重和份额 继续提高我们的产品的品牌质量和服务 同时呢要开拓新兴市场 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这个份额 作为商务系统的年终会议 全国商务工作会议除了对过去一年的经济状况总结 还将定调2012年的工作部署 有学者分析 今年中国的出口政策会如何 将关系着经济平稳发展 同时是否会有类似家电已旧换新的新政策出台 来继续推动消费增长 也是今年商务工作会议中 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 二位是普京张明北京报道 以上